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以至一個三角形 其中一個角是180-n 度 我們假設這個其中那個角就是這個角A好了 且最大角跟最小角的差 最大角跟最小角的差 這個是等於24度 那麼他問說 那n 的範圍是哪裡 那這個 最大角有可能這個角這個角這個角 不過在這裡的話 B跟C是沒有分的 因為他沒有牽扯到 講到B跟C是哪個大哪個小 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給他做同樣地位的討論 把B跟C看的是同樣地位 那現在的話我們要怎麼討論呢 我們就分三個情況討論 就是說 A是什麼呢 最大角 那A呢是中間那個角 那A是最小角 這三種情況討論完以後 然後看什麼呢 看A是落在哪個範圍啊 好我們現在來看第一種情況 假設A它是最大角 那A如果是最大角的話 那就是180度嘛 那大有多少 大有等於 角B 那大有等於呢 角C啊 好 然後的話 這三個角加起來180 所以角V 加上角C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那個N啦 因為這三個角加起來180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要等於N 那M加這個角加180 等於N度啦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這個 喔 這角A啊 第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是角A 角A大的角B大的角C嘛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把那個 把他給找出來 那最大的角是這個角 180-N度 180-N度 那 減掉到什麼呢 最小角 最小角是角C啊 角C 那最小角是角C的話 現在M的話是等於多少 最大角減到最小角 最小角是角C 這個是等於到24度啦 好那現在我們就知道說 把他給加起來 加起來消掉以後 180度了 那減掉M 減N度 減N度 那這角V 等於多少呢 N加24度 那這樣減V我就曉得啦 減V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2N 那減V 減V 那減N 那減V 2N 減V 年度 我最大減V 那減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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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減V 6 減掉m度 兩個加起來剛好是m度 那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就知道什麼呢 180-m度 大的小米 12m-156度 大於這個 大於等於多少呢 156-m度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看這個 這一個不等式 m一過去 3m 小於等於多少 180加上多少呢 180加上156 6 13 336度 然後再來 這個不等式 那你3n一過去 3n 3n 3n過去 有沒有 n一過來 2n加1 2n加1 3n 3n大於多少 1過來 大於等於1 156加156 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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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1 312 所以我就想 所以我就想 n它是小於等於多少呢 112度 大於等於313 314 12 這n的話 它是小於112 大於呢 104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得到一個範圍 n小於等於112 大於等於104 這樣一個範圍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第二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的話 是說 A的話 是中間那個角 這角V 大於等於180度 減掉 減掉m度 怎麼搞的呢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角C 好 那 角V加角C 這是等於n度 這兩個 加起來固定 是n度 好 那角V-角C 這大的 最大點最小 角V-角C 等於等於24度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想 把它加起來 2角V 等於 等於 n加24度 也就是說 角V 等於 2分之n 加12度 角C 角C 等於多少呢 因為兩個 加起來是n度 所以這一定是 2分之n 減12度 好 那接下來我把它帶進 這個不等次 來討論 角V 是 2分之n 加上12 大於等於多少呢 180-n 再大於等於多少呢 2分之n 減12 好 那我們看這個不等次 一過來 2分之3n 大於等於多少呢 1 180 減12 等於168 168 168除以多少 除以3呢 等於 這是56 8乘以2 等於 所以n 所以n 大於等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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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看這個不等次 這個不等次的話 移過去 2分之3n 小於等於多少 移過來 18 18加12 是192 1 1 6 8 3 4 12 n 小於等於112 所以n 小於等於128 大於等於112 大於等於112 所以n 小於等於128 大於等於128 大於等於多少呢 112 這一種情況 那第三種情況的話 是180度-n 是最小角 第三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的話 這個是 角V 大於等於角C 大於等於180度 減n度 那這樣的話 角V 減掉 180-n 度 停多少 最大減最小 是24度 然後呢 角V加角C 角V加角C 這是固定的 是n度 然後我現在把它加起來 我用減的好了 或者是說 直接先那個 角V 角V是有多少呢 一過來有多少呢 一過來的話 是 180加24 180 204度 24加180 204度 2004 加上n度 這角V 那角C 那角C的 角C 就是等於 負2004 啊 欸 喔 這個 我看喔 2004 加n 這個 這也是 減n 啦 把整個減過來 一過來的話,180是正的 n是負的,所以這是減n 這加多少呢?加上2n 度 這樣加起來才會等n 我把它代入這個不等式 角V大於等於角C大於等於180度減n 角V是多少呢? 204減掉n 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這個 這是角V嘛,大於等於角C 負的204加2n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80減n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不等式 這個不等式的話 我把這個移過來變成408 大於等於多少?3n 再看這個不等式 這個不等式的話,我們3n移過去 3n 3n的話,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80 加204 加204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剛好是384 這是384 384 也就這個是384 這是384 好,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n的話找出來 那n的話 他是大於等於3n 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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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 4n 3n 6n 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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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n 4n 5n 5n 4n 5n 這個最小角度是104 所以N的話 最小角度是104 它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第一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就是當它是最大小的時候 那麼N的話 它的最小值可以是104 發生在這種情況 那N的話 最大可以是這個 這個是發生在什麼情況呢 發生在這種情況 當這個角度是最小的時候的話 那N最大的話 可以是136 就是取它的那個 只要有的就把它拿進來 這個是104 然後就是112 另外再來就是說 112 它跟這個128 它還有多少呢 它還有多少呢 再來是128 128 它跟多少呢 136 把它取什麼呢 取只要有的 統統把它拿進來 那只要有的 統統把它拿進來的話 它是在這個畫圖裡面 它是在這個畫圖裡面 N的話 最小的話是104 那N最大的話是136 N的話 從104到112 是發生在第一種情況 從128 從128到128 是發生在第二種情況 從128到136 是發生在第三種情況 所以的話 這個N的話 它最小多少呢 中和所數 最小 最小是104 104 它最大的話是136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 它是問說 N的範圍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N就是這個畫圍 對